天色昏暗 國武宜蘭到頭城北上路段 車輛依舊走走停停 前後車輛幾乎黏在一起 畫面再看到國武南下路段 車潮庸塞 夜色中的頭燈意外如一條銀河般 但車上的司機們可是一個比一個崩潰 國道5號春假涌入大批車潮 光一天就達到220萬百萬車公里 創歷史新高 部分路段一度止暴 時速不到20公里 星空中心預估 北上塞車狀況將持續到午夜過後 一輛輛車使進時定休息區 停車場一下就額慢 長時間駕駛 有人趕著上廁所 有人趕緊吃東西補充能量 因為開車時間比平常多了3到4倍 國道5號那邊 還有雪碎裡面 左邊的道路特別塞 右邊還蠻順暢的 好像有事故 我看紅巴馬過去 羅東到這邊應該有一個小時半 平常大概半小時 不到就到了吧 而稍作休息之後呢 民眾又要展開非常辛苦的車程了 而為了因應這次國武雄色的狀況 高公軍宣布 這次6號到8號 三天將延長高承載管制 為下午2點到晚上9點 行控中心提醒 國道5號到了連假第三天 北上南下路段 從早上8點後都會出現車潮 在北上的部分可能 大概8點半左右 我們可能就會啟動那個 找到一共管制 有局勢要別反的話 那我們還是建議他提早出門來 時上最長期名假期 碰上好天氣 車流量爆棚 民眾務必避開 永色路段以免壞了出有興致 記者花上瓶王大瑜台報道